1月13号,一节迎黑相间的工程化样车在位于成都的试验线上缓缓行驶 这是由中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 设计时速620千米,标志着中国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研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具备了工程化试验示范条件 记者现场看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车头采用流线设计,形状如子弹头 不同于高铁靠车载电源驱动在钢轨上奔跑 该样车悬浮在永磁轨道上,轨道中间铺有直线电机 在车子底部装有超导悬浮装置替代了车轮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样车采用全碳纤维轻量化车体,低阻力投行 大载重,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艺 设计时速620千米 有望创造在大气环境下陆地交通的速度新记录 我们原来的车是通过车上的电机转动,然后把我们车带动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车从车上的动力变成了地面的动力 就车上我们不需要电机 其实我们车上就是一个车的壳子 再加上我们的悬浮就可以了 这个银色的这个是磁轨 磁轨里面是永磁体 它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高铁里面的港轨 看见白色的骨架 再加上这个黄色的线圈 这个就是我们的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这是叫长定子 然后我们车上还有一个洞子 然后这结合起来我们这个电机就可以通过磁力 然后把我们的车往前拽 往前往后拽着走 据悉,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项目 位于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试验室 验证段全长165米 由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中车公司 中国中铁等单位协同公关研发 作为研发人员之一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邓自刚告诉记者 项目的最难点是如何将研究技术 从试验室搬上试验线走向工程化 下一步计划结合未来真空管道技术 开发填补陆地交通和航空交通速度空白的综合交通系统 为远期向1000千米每小时以上速度值的突破奠定基础 1比1的工程化的样车这是试验上第一个 因为现在是一个真车 这个车子就重12吨 所以我们要把第一次把这么重的东西把它给扶起来 这个是对我们应用最大的一个难点 如果说推进的比较快的话 有可能在三到五年间吧 就有可能会去有一些 建设一些更长距离的试验线 然后进行更高速度的试验 感谢观看